神奇女侠重出江湖了 只见她急迟在沙漠公路上 推着一辆卡车就向敌军冲去 敌人向她疯狂开火 她甩出针颜套锁 卷走摄像队友的子弹 接着她一颗滑铲溜到敌军车底 抬腿一卡 车直接飞了起来 女侠在空中高高跃起 猛地落在敌军车辆 反派都吓傻了 女侠让她赶紧助手 但反派表示已经来不及了 事情得从几天前说起 据第一次拯救世界几十年后 女侠成了一名博物馆的人类学家 虽然有了日常工作 但女侠还是坚持见义勇为 这天在阻止了一场商场抢劫案后 她发现 劫匪想抢的东西并不一般 那是一块黄色的水晶石 上面刻着拉丁文字 据说能够满足人所有愿望 女侠有点心痒 便许愿自己已逝的男友能够复活 她同事也有点心痒 便许愿自己能像女侠一样 强悍又有魅力 结果没过两天 他们的愿望都成真了 女侠已是男友的灵魂 回归到了一具陌生躯体 而同事也变得魅力四射 就在两人双双开心之际 大反派商人男忽然出现在博物馆 原来因为生意一直亏本 她希望能够获得许愿石的帮助 她凭借自己名人的加持效应 成功撩到了同事女 在两人亲热之际 她偷偷顺走了许愿石 而她许的愿可不得了 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许愿石本身 话音未落 许愿石便化成一滩灰烬 商人男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注入自己体内 她马上来到自己准备撤资的股东前 问她惜不希望自己的公司变厉害 对方当然愿意 一瞬间愿望实现了 与此同时 商人男表示 自己将取代股东成为公司的掌控者 原来许愿石在完成一个愿望后 都会夺走许愿者最珍贵的财富 因此商人男借用这个套路 不断帮他人实现愿望 接着又夺走别人财富 很快商人男成功重整公司 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 他来到埃及的一个石油大亨处 想要进一步扩张势力 另一边 女侠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 由于商人男的势力越来越大 他顺着线索查到了对方办公室 他在灰烬中找到了剩下的石头项圈 发现上面刻着古老的众神文字 他意识到 这个石头是由一位古神制作的 虽然不知为何 但这位神肯定有他的目的 女侠心里隐隐感到担心 他和男友追踪商人来到埃及 可还没等他劝说 商人就先发制人开始攻击 女侠只好展露真身 在公路上跟商人部队展开大战 但很快 女侠发现自己的能力大大减弱了 他不仅被士兵的子弹打伤 就连抛绳索救人时 自己都抓不住绳子 最后他摔落在路面上 眼睁睁地看着商人跑走了 自从向一个许愿时许下愿望后 神奇女侠莫名其妙失去了自己的能力 他和同事联手调查关于石头的线索 终于找到了一名 知道石头情况的玛雅后裔 原来这块石头在几千年间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文明中出现过 古印度 西罗马 玛雅 都曾因这块石头毁灭 他由谎言之神多洛斯所致 专门用于蛊惑贪婪的人心 而唯一阻止他继续毁灭世界的办法 就只有取消之前许过的愿望 听到这里 女侠和同事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他们都不愿撤回愿望 打算另寻替代方案 可另一边 商人事情已经搞得越来越大 他找到了美国总统 让对方许了个愿 紧接着他获得了总统的安保部队 以及政府最新研制的全球广播技术 原来他打算利用广播 让全世界的人向他许愿 到时候 他便能夺取全世界的财富 成为真正的人间之神 就在这时 女侠杀来了 他和男友跟安保部队展开战斗 虽然能力有所减弱 但女侠的绳索表演依然很溜 三下五除二就放倒了几个人 可就在女侠要逮住商人时 一个神秘人直接把他打飞出去 那竟然是之前的同事 因为许下了跟女侠一样强的愿望 他丢掉了自己的善良和正直 由于担心女侠伤害到商人 以影响之前的愿望 他决定要保护商人男 这时 白宫的其他安保人员赶到了 女侠与安保纷纷向同事展开攻击 但此时的同事宛如以前的女侠一般 他急如闪电 力量超群 一番较量下来 不仅安保全部歇菜 就连女侠也完全不是他对手 他反抓住女侠甩来的绳索 几个摆尾把女侠摔得站不起来 最后他带上商人迅速撤离 两人向广播基地飞去 因为一块许愿石 世界已经断成了一锅粥 美国总统之前许下的愿望 是跟苏联干架 冷战格局即将变成热战格局 街道上的人乱作一团 许多人都因不同的愿望 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男友实在不忍心 他让女侠放弃自己 以重获能力拯救世界 女侠整个人要哭了 男友努力安慰他 女侠知道没有办法 他和男友进行了最后的吻别 然后含泪取消了愿望 接着随着力量涌回体内 他借用绳索进行飞行 甚至还用闪电进行摆荡 最后他身穿金甲从天而降 一个手镯大招就放倒了基地所有士兵 此时一个鬼魅的身影在上方出现 之前的同事女出现了 他给自己的许愿进行了升级 已经变成了更为强大的暴女 女侠劝他改邪归正 但暴女二话不说就跟女侠开战 两人你来我往 力爪和金甲剧烈地碰撞着 女侠翅膀被砍掉了许多羽毛 于是他干脆卸下来 拿出绳索跟对方进行空中战斗 一时间两人翻腾飞跃互相攻击 一番天旋地转后 两人一同落进水中 这时一根电线掉落 女侠直接把暴女电晕 然后抬回了岸上 进入基地后 此时的商人已经开始进行全球广播 在他狂热的演讲下 世界各地的人纷纷许下愿望 而每许一个愿望 世界就更加混乱一分 商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狂风在他周围形成了保护罩 女侠难以进他身 很快就被吹到了角落 他开始对商人进行思想工作 商人哈哈大笑 可就是这一分神 女侠用针研绳索 套住了他的脚踝 一时间 世界各地的广播中 都散发着绳索的光芒 每个人都被影响了 女侠用自己的精力 试图说服人们放弃愿望 接受原本不完美 但依然有希望的生活 人们逐渐被他的演讲打动 纷纷开始撤销自己的愿望 最后他劝说回商人男 因为他的狂热行为 他的儿子面临被混乱伤害的危险 商人幡然醒悟 他明白 他大喊着撤销自己的愿望 一时间 大地重回平静 商人马不停停地赶回去 跟儿子拥抱在一起 发誓再也不干傻事了 最后再一次拯救世界的女侠 漫步在街头 他依然很怀念自己的男友 但看着这个平静且美好的世界 他还是露出了微笑 确实 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完美 但如若一味地沉迷于过去 沉迷于欲望 我们或许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所以请务必紧抓好当下的幸福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神奇女侠1984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